大家好,歡迎收聽《望向快報》 錄的時間是2019年的9月12號 首先這裡仍然有我們的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有我們台灣許劉申 大家好 屠神馬來勁 大家好 還有我們真BC 大家好 還有我家產生的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的節目可以的 不妨分享和Like 未訂閱的可以按下我們的訂閱仔 和旁邊的鐘仔有新片會通知大家 以確立我們中立平和理性的聲音 尤其是我們現在風雨飄搖的日子 我們還會再說一節 說一下我們到底現在會有什麼對策 大家放心 不過這一集我們 因為有一件事是蓋過了我們遇到困難 究竟什麼事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蕭若元先生 蕭先生 他終於 十幾年前的佈局 到現在終於成真了 第二 有一個新的國家 有人宣告建國 我們要向蕭先生道歉嗎 是 有沒有道歉 我不會向他道歉的 不會吧 我一向都沒有說 有問題 有很多網友說 你蕭若元說錯了 蕭先生很惡毒的 我也一直為蕭若元先生說好話 其實 變成磅白 是啊 所以我是沒有辦法 其實網友的看法我都沒有不同意的 不過我是主要為蕭先生 變成磅白 我們六個兄弟會受到 某不同程度的損傷 是啊 不是香港的命運 是芒向的命運 對嗎 祝我們身體健康 我就是 我就是 不夠 什麼 不夠尊敬 對他 所以我們這些廣告都被人剪掉 你看看 就是這樣 吃得汗牛少 吃得汗牛抵得渴 不過 這麼不開心的時候 當然是吃回火鍋 我經常都對蕭先生不恭敬 我來道歉 蕭先生很對不起 我們一直為你登神 昨天就有 這個沙田友 他們全部聚在那裏一起唱 那個叫什麼鬼 荣耀 什麼鬼也好 荣耀歸香港 是不是那首歌 荣耀 荣耀 荣耀歸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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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歸香港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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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那个叫大酒店,是吧? 是的,都过瘾了,昨天在沙田挂了一张 真的很有灵堂的感觉,黑底白字 哇,愿荣光归香港,卷着身一笨 昨天不单只是沙田,其实他们所说的遍地开花 去到不同的商场都会唱这首愿荣光归香港 就响片整个商场,我都觉得很震惊 为什么到今时今日,都这么多人会走出来 觉得香港到一个这么危急存亡的景地,要唱首歌 不过也想说多一点,有些人就觉得 我一个这么革命,这么动荡的年代 我又出不了来扔砖,或者扔汽油弹 就出来唱首歌,就等于说,你生日会 即是嘉赞生生日会,我没买两个来的 我到时我唱生日歌,我都唱大声一点,是吧? 心态某程度上都可能是这样的 嘉赞生可不可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终于说 萧生中了? 是的,因为在2006年,香港的名幻 头一张两张已经说了,沙田是一个新界的中心 是一个通往新界的交通书楼 就好像香港的地理位置,至于东南亚一样 是的,所以其实是一个重镇 是的,大家都想想想,为什么? 哇,厉害,守都了 接着就,施承,是不是算施承 受到萧生影响的社长,昨天在节目也有说 沙田应该是香港的中心 昨天晚上,不知道是否这些暴徒 或者这帮人,唱首歌的人,就听了社长的这个节目 去了沙田,都挺重兵的,唱得很震动到整个新城市广场 有人在网上出了帖 新城市正式宣布,萨田就是首都 这样会不会牵涉到新鸿基家族的事 是否新鸿基家族在后面发功呢 哦,新城市那场好像不是新鸿基的 好像是,有人列出了 不不不,我先查一下,大家再继续讲下去 萧生就中了,终于,哇,很厉害,建国,是不是 大日子,但他们还没想到一个国的国号是什么 香港共和国,香港共和国,是不是 共和,他们不太和的 维多利亚国 他们不太和,不过最重要是一起和 香港共和国嘛,不叫香港共和国叫什么 我想不到 香港共和国,灾祸的和 这班大帝 搞灾祸比这个什么 看到他们很高兴,响片传承 继续,今天好像有人去快闪 就说,IFC就要唱中国的国歌,来抗衡 就都非常成功,我看到一支很大的国旗 就是中国国旗,不是香港,不是他们来的香港国 暂时才叫做香港国 就是不是他们这支旗 中国国旗,都是IFC就要飘扬 那就是,都很热烈的,气氛 我看到有些人都放上去,哇,很滚动 终于看到,就是,不会整个香港都是离慢着 他们那首歌,有什么血在流 有什么,要夹命的那些 是,郑月宁走了去梁家辉的家里 梁家辉的父亲是国民党 这两个人就隔着房门 在那里对唱,一个唱中国国歌 一个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唱台湾国歌 两个在那里对唱 基本上是很像的 那个年代都比现在文明 昨天我们录了一节 在这个叫做淘大商场 有一位爸爸,因为不满他们 不是说不满的 他们有唱这个叫做什么 《归香港》 简称叫做《归香港》 这个爸爸觉得,你唱《归香港》 我又想加上一首歌 那我就唱中国国歌 想拍下当时那个 一个这么有音乐感的场面 怎么知道 这帮暴徒被人渴码 拳打脚踢,流血 还说要人肉起去底 相对地 相对地 现在香港社会 比那时候的表姐 你很厉害的表姐 这么不堪 是吧 是 这帮人其实是很虚险 不然为什么那么怕被人拍 只有狡猾才怕被人拍 我说是很小的 譬如说这一段 曾经有人统计过 为什么那些学校会打架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被人看两眼 然后就打架 占了很大比例 好像第二、第三 就是看什么看 然后就说 看什么不好 我通常就这样说 你不看我 你不看我又怎么知道我看你 我通常就这样打架 这帮人是很小的 其实那个脑袋 所做的事是 很简单的 但是如果他说他自己学生 我不知道究竟他在学校学了什么 他这么没有自信 被人看两眼 好像我这里 他说在看美女 美女都是很自信的走 不会那么疯 那些年轻人通常都是这样 比较躁动 不过如果通常就说别人 看什么看 那些 应该就两种性格多 一就是极度自卑 一就是极度自大 就事但一样 是吧 似是这样 再下去 再下去也是继续 如果那个叫做 继续高唱这首这么有革命情怀的歌 如果看历史来计 可不可以就是因为这些这样的歌 煽动到一批人 他们会更加同情那些 不不因为同情 傾向于相信了 因为这些歌的歌词 而相信了那些暴徒 所做的暴行是合理的 就是觉得他们是 什么血在流啊 又什么 有马赛曲去打仗 又是法国大革命那时候 马赛曲大家唱着去打仗 就认为自己很... 就是... 为国捐躯 继续去 但是前线是有前线打的 那后面那些人就 没什么做 唱两首 然后在互相批斗 玩那些恐怖政治 是一模一样的 永远打就是前面那些打的 后面那些都没什么做 在唱歌而已 那我们也有网友去唱中国国歌的 都是感激他 就是叫做... 也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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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股... 可以抗衡一下他们 抗衡一下他们 不要... 就是... 是... 以为唱了就是做得到 那一刻才令人害怕 没想过 小刀多谢那位网友 那我就想说... 呃... 唱一首歌就不代表真是建座国的 刚才我们也在说笑而已 那又不代表沙田仔做了瘦刀 因为呢... 一个商场做瘦刀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的 是啊 因为他们有权利冷气 开冷气 开冷气 喂... 你连他的冷气 都管不管得到啊 你... 就首都 你都说了 是不是 有没有问过 IFC 看今天 IFC 那里 很厉害 喂... 但是之锋哥不是号称这个临时大总统 那其实... 总统府在哪里呢 因为你的首都已经是商场了 你总统府应该在哪里呢 其实... 军队呢 可疑本岛 是啊 是啊 一个小岛 进可攻退可守 根据这位听众的报料 他说快闲这个现场里面 看到很多唱国歌 或者出来的人 很多都是中环的精英 看到穿西装打胎 流了眼泪 是的... 比较感动 可能是 高叫 支持香港警察 的时候呢 很多女士都哭了 当然哭了 你想想 喂... 屈了多久啊 你想想 喂... 当你听到一帮人 唱着一首这么满... 这么歪理的歌 听到都是精神污染啦 是不是啊 所以唱法国歌去自我 鼓励一下自己 他们就要 是啊... 神经病 这帮人是... 就是说一些打飞机 有些打上路的情况 一定是... 那时候呢 都说过 就是说 就是 香港现在的问题 好像是曾毕斯说的 就是说 有机会呢 就是可以... 就是香港现在这么混乱 这些事局 反而是令到 中国大陆的人 会更加团结 因为不像香港那样 但是呢 另一个层面 我看到今天这个唱国歌 或者是弗国旗 是IFC 一个这么... 香港这么有代表性的地方 CMC应该没来过 所以就不太清楚 是怎样的代表性 那... 在这么有代表性的商场里面 那... 就... 一些这么爱国的情绪 那些这样 某程度上呢 其实... 香港人呢 那个爱国的情绪 爱国的指数 是很恐怖 对自己的中国人 认同感这个指数呢 应该都经过这帮蟑螂之后呢 也不会说你蟑螂啦 叫他们暴徒 sorry 那就... 应该会有上升 就是会更加认同自己的中国人 嗯... 应该都会的 应该都会 但是都... 有件事就是... 撕裂了就是撕裂了 所以都要... 需要时间 真心说 还有... 不是那么容易的 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世代 新那代人 其实我们是... 不清楚他们的想法 也不可以用正常的逻辑 去猜想他们的想法 是 因为... 因为... 因为他们觉得... 跳难啊... 跳那些杂机啊... 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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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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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 是... 是... 很... 是... 很小夏日的想法 以前我们小时候 就是... 有些人... 一定要做... 坏孩子 拿... 注意... 那种... 那样的心法 我都容易拯救女儿 是啊... 有些人以前又要崇尚这种叛逆的青春等等 他们也认为现代现世我们所做的事是邪恶的 我们这一代人,上一代人的事全部都是错的 他们亲大陆是错的 我们现在做的事才是对的,他们认为要挑战权威 但其实不是挑不挑战权威的问题 而是这一套社会的系统是行之有效的 我们才用的,而你们是急躁躁进 挑战权威应该是连书都不读的 他们的书呢? 就罢货咯? 夹性无罪造反有理也是这样的 人有了权力就会痴线的 他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有权力的 留意一下 他们在中大那里,我都好像摆过出来的 在这个叫做《望向声音专栏》的第一段的时候 就拍着他们,原来在中大里面戴着头盔啊 就用这个乳衫做练防卫術 现在他们主要就是上这一科 这一节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是否应该再看看 《香港的命运》的书有什么预言 看看会不会一语再成竹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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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期好像他们清货的时候 是有... 不知道... 半价 就是... 好像刚刚烧王子那时候 不记得是吧? 总之有一期是很便宜的 那就... 多谢大家了 不用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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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